中超击分榜上 广州恒大集48分,继续落后领头洋上海上涨4分,保留着反超的希望,毫无疑问,广州恒大能够逆转,塔利斯卡是第一功臣,而保利尼奥、郑志、黄博恩、冯潇婷等球员也是功不可没,不过,这场比赛还是有部分球员的发挥实在低迷,包括了外援阿兰、郑龙、张林鹏和邓韩文等等, 其中郑龙是恒大球迷批评最多的,郑龙上一次代表广州恒大出战,是在8月11日客场对阵长春亚太,那场比赛郑龙替补出场碌碌无为,最终广州恒大还输掉了比赛,而在此期间,郑龙在中超一分钟都没有出场过,结果卡纳瓦罗直接派出郑龙首发出战, 九叔战阵的郑龙,在出场的80多分钟里,对于球队进攻的贡献寥寥无几,甚至恒大球迷都直言郑龙在场上,就是一个摆上,犹如广州恒大少艺人作诈似的,郑龙的比赛态度没有问题, 但是状态确实差得离谱,比表现还不如首发的U23球员中一号,所以,看到郑龙状态那么低迷还派上场,卡纳瓦罗的用人也受到了争议, 现在郑龙是越来越往下坡路走,而同一个类型的边路快马于汉超,却是不断往上走,两人的状态真是天差地别, 如果这个赛季结束后,郑龙被广州恒大卖掉的话,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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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